董洁因为梁朝伟惨遭刘嘉玲碰杀 黄大志的基本们只是背锅侠 潘远明确定不会做个亲子鉴定吗 2001年董洁通过和张艺谋搭档一夜之间 火遍和大江南北 他将自己的经济约在了一个相反公司 自此也和梁朝伟发生了很多纠葛 二人无论是在商业红塔 还是在颁奖典礼上总是手牵手出席 虽然当时的梁朝伟已经有了自己的二人刘嘉玲 但他和董洁二人可谓是肉眼看得出来的暧昧 可是在2006年的时候 董洁突然和潘远明因喜生情 并且迅速走入婚姻的殿堂 生下了儿子鼎鼎 本以为结婚以后 梁朝伟和董洁出间就不再有任何的瓜葛了 但却被频频被人爆料 仍然和梁朝伟暧昧不已 甚至在结婚的第二年就跑去酒店 单独为梁朝伟庆生 要知道这一年 也就连刘嘉玲都没有在现场 可梁朝伟却偏偏偏愿意和董洁拍下照片 2010年 梁朝伟被某个狗仔拍到 来到金店买了一个漂亮的首饰 他左挑右挑似乎要送给非常重要的人 当时有不少人猜测 应该是给刘嘉玲的惊喜 但转天这个镯子就戴在了董洁的手上 2011年的时候 更是有自称酒店工作人员的爆料 只要梁朝伟住进酒店 董洁呢随后就会出现在这里 并且和他走进同一间房 有的时候还会一夜不出 此后也有人传出了 董洁因为和梁朝伟之间的特别关系 惨遭刘嘉玲的护杀 而这些事情全部出现在 董洁和潘月明二人的婚姻存续期间 后来董洁和潘月明闹了离婚 而梁朝伟的助理竟然站出来为董洁说话 一时之间 潘月明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渣男 直到第二年 董洁和王大志的基本能爆出来 人们才还了潘月明一个清白 不过他的事业一路下跌 直到现在董洁都不让潘月明去干自己的儿子鼎鼎 即使是在爷爷病危的时候 也把儿子一直扣留在自己的身旁 刘嘉玲虽然成为了梁朝伟影帝的妻子 但是多年以来一直没有生育 很多人觉得因为梁朝伟丁克的行为 所以才导致梁朝伟和董洁之间 一直没有断了联系 甚至还有人希望潘月明能够去查个DNA亲子鉴定 没准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的特别身份 所以董洁才一直拒绝让他看孩子 大家认为董洁和梁朝伟之间 真的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点看 请在评论区留下点看